大家好,欢迎收看噩梦阿姨,我是Jay 你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据传蜥蜴人就是外星物种的其中之一 不少人亲眼目睹过 也有不少证明蜥蜴人就在你我的身边 这次就来聊聊这神秘的蜥蜴人 今年7月,一名38岁的女子 在一架班机上歇斯底里的喊要下机 宣称他临坐的乘客不是人类 此举引发机上乘客的骚动 被拍摄的影片也因各种的猜测而爆红 这名女子是来自达拉斯的蒂芬尼·格马斯 她在7月2日搭乘一架由德州符合式 预定飞往奥兰多的班机时突然暴走 并在走道上对所有的乘客大喊 我不搭这架班机了,信不信有你 她天杀的是怪物,不是人类 你们如果选择留在飞机上 她会害死大家,我不想死 此番言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之外 其他乘客所拍摄的影片也在网路上爆红 有关蜥蜴人的传说更是圣骁成上 而关于蜥蜴人的传说最早发生在1988年6月29日下午 一名叫克里斯·达维斯的17岁小伙子 正蹲在沼泽边停车换车胎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有响动 回头一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离她约25米处有一个怪物正朝她走过来 一双眼睛红得火红 她慌忙逃进车内并想拉上车门 不料长得像蜥蜴的怪物已奔到前面 并同时抓住了车门 双方因此对立拉了起来 怕是胸多吉少说不定要和她拼一回命 根据她回忆 当时我扭过头看了她一眼 清清楚楚看见她的双手只有三根手指 又黑又粗又长 绿色的皮肤非常粗糙 身材高大相当强壮 除达维斯之外 有两名少年罗德尼和珊妮也曾看过蜥蜴人 从他们的汽车前面飞快地跑过去 一名工人乔治说 他在离公路不远的沼泽地抽水时 看到蜥蜴人在此地徘徊 蜥蜴人通常被认为有着良好伪装能力 和蜥蜴特征的外星人 他们混迹在人类之中 企图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从而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的阴谋论 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 但随着各大名人在公开场合 蜥蜴人特征影片流出之后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渲染大波 有的人认为 影片都是利用特殊技术处理过的 以达到当事人污蔑的效果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些影片中确实真实存在 是蜥蜴人为了掩盖暴露散播开的烟雾弹 例如美国前总统川普 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女王 美国总统大明星都是蜥蜴人 就连上帝耶稣也是蜥蜴人 据传潜藏在人类上流社会 控制地球的发展 也许你曾经无数次地想过 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命就这么好 出生在王室过着奢侈的生活 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亿万富翁 为什么我努力的终点 还达不到某些人的起点 据传因为那些人都是外星人 他们是外星人里的蜥蜴人 具有超能力 他们来到地球上 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出生 因为他们不是人 有着许多人相信蜥蜴人的存在 是一个绝世的秘密 生性蜥蜴人就隐藏在地球上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外星人的存在 并取得了一定的证据 认为常见的外星人有五大类 分别是小灰人 大鼻子 龙族 蜥蜴人 以及飞蛾人 而蜥蜴人的样子 与人类的样子是最接近的 他们会化身成普通人一样接近人类 就连多位名人都曾被拍到 疑似在某些场合露出蜥蜴人的本性 这有点像神话传说中的 白娘子和小青都是蛇精所变 但是如果喝下雄黄酒便会露出原型 而蜥蜴人有四大特征 第一是瞳孔 被由原型突然变成橄榄尖型 美国已故的前总统老布 就曾在国民演说会上被拍到瞳孔成尖型 第二是腮帮子 蜥蜴人喝水的时候会像蜥蜴一样 腮帮子胀大在喝水 而普通人是喝水后脖子胀大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 就是典型的腮帮子先胀大后再喝水 第三是夏二 可以清楚看到零片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曾在一次外事的访问期间 被媒体拍到夏二出现零片 他们一格一格播放画面 清新看到夏二露出零片 因此大肆报道 并指出戈尔他是一个变形的蜥蜴人 欧巴马的保镖也曾被拍到以蜥蜴人的形态现身 他在观察四周环境时像蜥蜴一样快速的左右摇摆 行为相当的怪异 第四是舌头开叉 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就曾被拍到舌头出现类似开叉 嘴部像蛇一样出现小孔 而她也被拍到左眼眼白的位置 突然冲写至整个眼球是典型的蜥蜴人 据说戈安娜王妃之死与揭发蜥蜴人有关 蜥蜴人为了保留优良血统 他们大多数会与同种人交配 据传查尔斯王子与戈安娜王妃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戈安娜发现英国王室一家人可能都是蜥蜴人 戈安娜王妃在日记里指出曾向助手透露他们不是人的话 而该助手也曾经出书讲述事件的经过 指出戈安娜想逃离他们的圈子 因此有阴谋论者认为戈安娜的死亡并非意外而是她杀 而蜥蜴人也入侵了宗教 凡帝刚教堂布满了蜥蜴人的痕迹 在教堂上出现的耶稣雕塑正面看是耶稣的容貌 但是当遮盖耶稣面容时只看头发的部分 会发现出现蜥蜴的侧面非常神奇 在教堂外的装潢也出现如蛇眼和片尖牙的设计 感觉教堂就是蜥蜴人的总部一样 据传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蜥蜴人 尤其是微微趴在桌上抬头看人时 太像蜥蜴了 而且只有蜥蜴人才会有这个胆势去发动物恶战争 与所有的西方国家为敌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有趣辨认蜴蜴人的方式 第一,眼睛 蜥蜴人的眼睛在正常情况下和人类相似 但因为蜥蜴人的眼球和人类的眼球结构不同 所以在光线忽明忽暗的时候最可能出现端倪 每次光线明暗的变化都会使得瞳孔放大或缩小 蜥蜴人的瞳孔由于自身结构的缺陷 会和人类瞳孔的缩放明显不同 但这一点比较难看出蜥蜴人会尽量避免出现在这种场合 或是在这种场合闭上眼睛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判断 第二,气味 因为蜥蜴人有喝血的习惯 所以身体会散发出一股血腥味或无来源的腥味 通常会用香水或其他的气息对这种气味进行遮蔽 以达到减少暴露的目的 如果你感觉或是你身边的人有人特别爱喷香水 但是身体又散发出别的味道 就不排除是蜥蜴人的可能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不爱洗澡 第三,思想 蜥蜴人通常被认为拥有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 所以会比其他人类更懂得别人在想什么 如果你的朋友像你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对你的想法辽若指掌 要么就是你过于单纯 要么我们可以结合以上两点 对他是否是蜥蜴人做出合理的判断 说了这么多 你是否相信蜥蜴人的存在 如果你相信 不妨用刚刚所说的测试方法好好分析一下 看看你身边的朋友们到底是不是蜥蜴人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案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 因为我们下支复小铛 先开始 我们下支伏小铛 回处 我们下支伏小铛 描小铛 我订阅